世界卫生组织最新通报称 类SARS的新型冠状病毒已经导致15人感染 其中9人死亡 世卫组织呼吁各成员国对新型冠状病毒保持警惕 并说正与来自各国的专家以及出现病例的国家 一同对疫情展开评估 駭客横行连美国副总统拜登 总统第一夫人蜜雪儿的个资都遭骇客公布在网络上 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着手调查此案 美国媒体报道搜寻引擎龙头Google过去三年来在制作街景地图时 因为街景车截取沿途被加密网络账号 取得部分民众的电子信箱和密码遭到美国37周起诉 Google今天表示将支付700万美元的和解金 手机大厂三星即将退出新机Galaxy S4 新产品发表前三星已砸下重金 买下时代广场电子广告墙 同时推出行销影片 不过新产品能保障人经验将是三星面临的挑战 新唐两电视整理报道